2003年12月30日凌晨二十五十分 香港一代各部梅艳邦因罹患子宫颈癌 引发肺功能衰竭治疗无效 在香港养科医院病逝 中年四十岁 2013年12月30日 距离一代歌后梅艳邦永远离开 她热爱的舞台已经过去整整十年 在梅艳邦逝世十周年到来之际 梅艳邦生前的挚友张学友曾志伟 决定送给在天堂的梅艳邦一个礼物 为梅艳邦开一个名为 梅艳邦十四年音乐会的大party 梅艳邦生前喜欢热闹 张学友曾志伟为了将纪念活动 办得隆重 气氛热烈 特意邀请来了梅艳邦生前众多好友 张学友 曾志伟为梅艳邦举办的这次纪念音乐会 是她逝世十周年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 十年 这对喜爱梅艳邦的歌迷来说 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梅艳邦逝世没多久 她生前的圈中好友就想过为梅艳邦举办纪念活动 但是她们一直都不敢牵这个头 既然早就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这场音乐会却迟来了十年 因为一个人 就是我身后照片中这位双眼含泪 左手抚摸着梅艳邦落相的老人 他名叫秦美金 是梅艳邦的妈妈 大家习惯称她为梅妈 女儿去世以后 还有这样重情重义的朋友 想念记挂着女儿 要为女儿开纪念音乐会 作为梅艳邦的妈妈 她本应该感到欣慰才对 然而 当年的梅妈可不这么想 面对媒体的疑问 她认为 女儿的朋友们只是想借梅艳邦的名气圈钱 在梅艳邦朋友眼中 梅妈之前一直对谁都刻刻起起 何言悦色 怎么突然就判若两人了呢 这些都是梅艳邦的遗嘱造成的 我平静地告诉你 是 我有男症 我有子宫男症 子宫颈癌 但是 是属于一个良性的 2003年 梅艳邦查出自己患有子宫颈癌后 就立下医嘱 成立信托基金 管理自己的遗产 在梅艳邦的遗嘱中 梅妈每月可以从信托基金里 领取7万元的生活费 另外 梅艳邦赠送了170万 给她的二哥大姐的四个子女 作为教育经费 共四个孩子读书 直到大学毕业 梅艳邦的这个遗嘱 可以说是考虑得十分周到 可是梅妈却对这个遗嘱 非常恼怒 梅艳邦去世时 留下价值于3000万 至3500万港元的房产 随着香港房价上涨 其遗产至今被人定升值到 港币近1亿元 不过令梅妈气愤的是 这些巨额房产 梅艳邦在一度里 并没有留给她这个当妈的 而是赠送给了生前的一位挚友 把遗产留给外人 而不是母亲 这确实有点不太合情理 作为当事者的梅妈 她无法理解梅艳邦的做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她甚至放话 说早知这样 还不如当初把梅艳邦 卖给人贩子呢 这可不是一句气话 而是曾经梅艳邦年幼的时候 梅妈真心动过的一个念头 作为一个母亲 生儿育女 把孩子抚养长大 这是任何一个妈妈的天职 那么为什么梅妈 会想到卖孩子呢 梅妈 秦美金 1923年出生 直到1963年 40岁的秦美金 为了谋生 来到香港 据梅妈后来回忆 她的丈夫 在一次出海中失踪 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时陪在梅妈身边的是 她三个年幼的孩子 长子梅启明 长女梅艾芳 及小儿子梅启德 此时的秦美金 一点都没有察觉 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而且她肚子里的 那个小生命 将会是一个叱咤歌坛 成为被万千人追捧的 大明星 梅妈当年在香港 无亲无故 一个大龄孕妇 又带着三个孩子 这日子怎么过呢 我钱下来才是 一斗铃都不得到 在上面的钱给了人家 收回钱的时间才有 算好 开个客家路加 现在还在这里 在利安大厦那间四楼 我是跟他人租过房做医生 医生 按理说是一份 收入不错的工作 然而梅妈一家 当时的生活 却仍然是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 梅妈的医术 并会在专业的医学院所学 由于没有专业的医生执照 得不到病人的信任 梅妈只能先看病 等病人病好了 再收钱 很显然 梅妈这样的经营模式 收入很不稳定 当时 梅妈一家的生活 随时都会失去 最基本的保障 梅妈一家四口 出到香港的时候 连一间像样的房都租不起 梅妈呀 就只能租到一个床位 这样一个单人床位 一家四口人怎么睡呢 三个小的睡床上 床头睡两个 床尾睡一个 那梅妈呢 她睡哪儿 两把椅子一拼 搭个床板 凑合睡 这样简陆的生活环境 也注定了梅艳芳的降生 带给这个家庭的 并不是喜悦 而是多张嘴 吃饭的愁苦 万般无奈的梅妈 脑海里 蹦出一个让她自己 都有点吃惊的想法 把梅艳芳卖给人贩子 给家庭减轻一点负担 穷到要卖孩子 可以想象当时 梅妈家里的经济 有多结局 可想归想 梅艳芳毕竟是梅妈 十月怀胎掉下来的一块肉 梅妈思前想后 咬了咬牙 熬吧 梅艳芳小时候 就像照片中这样 娇小可爱 偶尔也会向妈妈撒娇 然而 由于生活所迫 梅艳芳四岁 就开始跟着妈妈 秦美金组建的歌舞团 与姐姐一起登台表演 在复杂的娱乐场所里 梅艳芳打小就开始 接触蛮横无理 甚至对自己 无言会语的客人 有时 梅艳芳还会遭到 前来收保护费的人的威胁 漫骂 恐吓 对年纪尚小的梅艳芳来说 算事 但不是大事 来自客人的欺负 梅艳芳也是从不走心 正因为如此 她并不认为 自己表演的歌厅 就是人间地狱 对梅艳芳来说 真正的地狱 却是自己的家 家本来应该是一个 充满温馨的地方 为什么梅艳芳对家 却充满了恐惧呢 最后的梅艳芳 我妈认识了一个男孩 她说会保护我们 怎样怎样 终于她后期做了我们的后子 但是后期我们不是被外面欺负 而是被他欺负 你每天被那个人 同一时间 同一个人骂 有很多人出街 粗口 什么什么 骂到这个人 是没有了自尊 我是那段 由几岁到十几岁 那段时间 我觉得是人生 一个地狱 地狱 人间 就是很不开心 如果不是梅艳芳 亲口所述 我们都难以想象 梅艳芳 在成年之前 几乎都生活在 继父的精神暴力之下 继父骂骂梅艳芳 无非是嫌弃梅艳芳 年纪尚幼 不能为家里赚取更多的钱 在这样的心理动机之下 童年时的梅艳芳 在家里稍微有不合继父心意的地方 继父就会借题发挥 挨骂后的梅艳芳 选择了默默忍受 她不敢告诉妈妈 怕妈妈伤心 继父的每句指责 埋怨都像小刀一样 刺进梅艳芳的心灵 梅艳芳开始怀疑自己 自己是不是 真像继父妈妈的那样 已无是处 好在 因为我不能做一个坏的 因为我要做得好 我告诉她我真是强 我真是会好 我一定会做好给她看 因为好得好多点 1980年 华兴艳芳 华兴公司将梅艳芳定位为林家女孩 在新宅的MV中 华兴公司为了凸显梅艳芳 清纯林家女孩的特征 特意为她选择了白色的休闲妆 还让梅艳芳 披着当时最流行的卷曲长发 朱大哥新战已经推出 立马登上了香港电台 中文金曲榜的冠军位置 对于梅艳芳来说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部分香港媒体 似乎并不接受梅艳芳 甚至对她发起了攻击 原因很简单 他们觉得梅艳芳是在 装纯 这些攻击梅艳芳的香港媒体 之所以毒舌 似乎有着充分的理由 他们认为 新战里的梅艳芳 虽然还是个少女 然而举手投足之间 完全是酒郎 夜总会小歌星的模样 再怎么往青春里打扮 脸上还是难以掩盖 那种历练出来的浓艳 为了生计 梅艳芳小小年纪 就开始奔波在 各类酒郎夜总会中 跑场唱歌 而这却让媒体和观众 武断地认为 梅艳芳长期在夜总会 酒郎唱歌 难免沾染一些恶习 对梅艳芳 充满敌意的香港媒体认为 新战里的梅艳芳 塑造的青春邻家女孩形象 欺骗了观众 人红是非就多 对于这点 梅艳芳虽然早就做好了准备 但是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为了养家 跑场子唱歌 居然遭遇到的 是对她人格的侮辱 十九岁的梅艳芳想不通 这是她第一次 感受到社会的险恶 不得不说 梅艳芳太懂事了 为了怕妈妈担心 她选择了独自承受 但当时的梅艳芳 只有十九岁 她自己还是个小姑娘 她没有办法承受 这铺天盖地的职质 酗酒成为了梅艳芳 逃避压力的最佳选择 梅艳芳正式进入娱乐圈 成为歌手后 梅妈害怕梅艳芳 梅艳芳沾染上娱乐圈的 不良习气 规定了门禁时间 梅艳芳每天晚上十二点前 必须回家 而且有时梅艳芳外出 梅妈还会安排 梅艳芳的哥哥姐姐 陪同在左右 以此来限制梅艳芳活动 控制梅艳芳结交朋友 梅妈的高压政策 让梅艳芳快要窒息 梅妈她也不去管梅艳芳 为什么去喝酒 也不去询问 梅艳芳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 梅妈她只看中表面的结果 梅妈的责骂 无一让梅艳芳受了伤的心 无处安放 在梅艳芳的内心深处 她更希望的是 这个时候能有一个人站出来 安慰她 保护她 遗憾的是 梅艳芳精神上需要的慰藉 作为母亲的梅妈 却给不了她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却站了出来 成为了梅艳芳的保护者 这个人正是梅艳芳的挚友 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 获赠了梅艳芳高额遗产的人 刘培基 刘培基 香港著名服装设计师 刘培基比梅艳芳大12岁 两人相识于1983年 那时的梅艳芳 即将推出第二张专辑 赤色 梅艳芳签约的华星公司 希望刘培基 担任梅艳芳这张专辑的形象设计 梅艳芳了解到 刘培基毕业于 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学府 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 这让没上过大学的梅艳芳 在欣赏肯定刘培基的设计才华外 更多了一丝羡慕与崇拜 工作之余 刘培基还经常带梅艳芳 去观看各种艺术展览 提高梅艳芳的艺术审美品味 两人也从单纯的同事 转变成一世亦有的关系 刘培基刚认识梅艳芳那会儿 梅艳芳正因为首张专辑推出之后 遭到媒体的攻击 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作为歌坛新星 梅艳芳频频借酒买醉的事 很快传遍整个圈内外 自然依旧有不少人 在刘培基面前借字闲话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听到这些对梅艳芳的误解和指责 一项温柔绅士的刘培基 却一帆常态 狠狠地训斥了对方 处处维护着梅艳芳的形象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梅艳芳的耳朵里 他开始听了觉得十分好笑 天下哪有这么傻的人呢 但转念他又挺感动的 在梅艳芳的记忆里 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维护过自己 那时的梅艳芳才19岁 在当时已经31岁的刘培基眼中 这个年纪的女孩青春叛逆 和朋友喝一点酒 发泄一下情绪很正常 梅艳芳在梅妈那里 没有得到过的理解与爱护 在刘培基那里得到了补偿 这也自然让梅艳芳感情的天平 向刘培基倾斜 人前刘培基一定护着梅艳芳 但私下里他比任何人都明白 梅艳芳喝酒买醉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必须帮助梅艳芳走出困境 改变局面 刘培基翻阅了大部分 攻击梅艳芳的香港媒体报道 他发现香港媒体之所以 攻击梅艳芳问题都出在 梅艳芳自身的形象与公司 为他塑造的形象之间 存在着较大差距 出道初期的梅艳芳 皮肤又黑 鼻子过于突出 嘴唇也过于丰满 跟同时期的流行女歌手相比 梅艳芳算不上漂亮 更不符合观众对林家少女的审美要求 有关自己的容貌 梅艳芳也曾经自嘲地说过 我很丑 我知道自己很丑 从小我就怕照镜 正所谓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女孩子一旦知道 怎么适合地洋气地打扮自己 那她也当然会脱离掉 丑这个概念 年方十九的梅艳芳 还没开这个窍 但别急 身边不就有一个 现成的造型师吗 刘沛基深知 既然容貌无法改变 梅艳芳要向被人记住 只能另辟蹊径 从形象上彻底征服观众 1985年 在刘沛基细心指导和精心打造下 22岁的梅艳芳剪去了长发 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帅气的短发 当人们看到坏女孩MV中 梅艳芳戴着墨镜 身穿大衣 桀骜不驯地走在街头时 人们都被中性帅气十足的梅艳芳 惊艳到了 这跟之前试图走青春邻家少女路线的梅艳芳 形成极大反差 就连坏女孩这首歌 在当时都备受争议 大多数人认为 这首歌的歌词具有性调都意味 但这并不妨碍这张专辑的一炮走红 当年 坏女孩总计卖出超过四十万张唱片 隔年又卖出超过七十二万张 成为梅艳芳最畅销的专辑 也就是在坏女孩发行的这一年 梅艳芳开始被人们称为东方的麦当纳 坏女孩的大获成功 让刘培基与梅艳芳这对拍档 更加坚定 要将百遍进行到底 换女孩后 在刘培基的打造下 梅艳芳的每张唱片和每次演出 必定能在视觉和听觉上完美配合 从妖女的埃基艳后 到欲望野兽街的007帮女郎造型 从试这样的中的好莱坞 莫人造型 小心中的猎人装 到梦里贵妇的中世纪贵妇 净花时月中的蓝色妖姬 梅艳芳的每张专辑 都能够带起一股流行的潮流时尚 成为全程热议的话题 但是梅艳芳能成为天后 并非只是靠外在的包装那么简单 她在音乐上也付出了外人 完全想象不到的努力 让我们来听一听 梅艳芳的好友 玛丽亚是怎么说的 我歌了 I sing simply read the songs I sing different kind of English songs but when she like it She'll ask me Who's the singer? What song is this? She'll listen to that But she remember every details Every little things What song is that? How does it sound? Why is it like that? She have so much passion on the job She belongs to the stage Come on She belongs to the stage 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 加上刘培基的全力帮助 梅艳芳成功了 名和力分治他来 在这期间 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开始在香港购置房产 让自己和家人住上了大房子 除此之外 梅艳芳还在经济上 尽力地给予其他家庭成员 尽可能多的帮助 梅艳芳的心里很清楚 自己和家人 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与刘培基的帮助息息相关 所以梅艳芳对刘培基 一直都很感激 梅艳芳成功了 没人再敢看不起他 他成为当时香港媒体关注的焦点 受到了歌迷的狂热追捧 然而 也就是在梅艳芳 追逐事业巅峰的时候 他或许注定要失去 他这一辈子都在追求的爱情 梅艳芳入行21年来 绯闻不断 梅艳芳亲口承认的恋情就有七段 对于自己的恋情 梅艳芳每次都会大方地公开 他之所以这样做 并非为了炒作宣传自己 而是基于对双方的尊重 梅艳芳认为 男未婚 女未嫁 谈恋爱很正常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 梅艳芳的想法很单纯 然而就是他单纯的想法 葬送了他唯一一次 走向婚姻殿堂的机会 画面中这个与梅艳芳 身穿白色新女衫的阎光男孩 名叫阿波 是名混血儿 1990年 阿波与梅艳芳在香港的一家健身房里相识 当时的阿波是一名 在英国念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四学生 年纪比梅艳芳小 虽然那时已经27岁的梅艳芳 事业正如日中天 已经连续五年 稳坐香港乐坛 最受欢迎女歌星宝座 但由于阿波常年在国外生活 而且当时都是听唱片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眼前和他谈恋爱的姑娘 是香港红得发子的歌后 纸是包不住火的 梅艳芳很明白 只要阿波在香港多待一天 就会多一分 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几率 与其让阿炮发现 还不如自己主动交代 可是怎么交代呢 这把一向有主见的梅艳芳给难住了 他认为单刀直入揭穿真相 阿炮不一定能接受自己的歌手身份 最适合的办法还是循序渐进 让他慢慢地接近真相 阿炮听着流声机里传出的 威威动听的女生 十分入迷 而且他希望梅艳芳给他找来 这位歌手其他的唱片厅 但很奇怪 梅艳芳给他的唱片 都没有专辑的封套和歌单 这些都被梅艳芳 特意收了起来 因为他不想让阿炮知道 那个动听的女生 正是自己 站在流声机旁 移开了指针 梅艳芳一看阿炮的反应 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这才拿出以前 被自己藏起来的专辑封面 不难想象 得知真相之后的阿炮 肯定是万分吃惊 吃惊归吃惊 但在坠入爱河的 两个年轻人面前 无论是身份地位差距 已经不那么重要 热恋气的梅艳芳与阿炮 两人确实度过了一年开心时光 阿炮喜欢运动 为了配合阿炮的肤色 梅艳芳还专门去海滩 晒黑了自己的皮肤 27岁的梅艳芳 全身心投入进 与阿炮的爱情里 梅艳芳一直希望 自己能在30岁之前结婚 然后生两个孩子 为了让全香港知道 自己沉浸在爱河里 梅艳芳还经常带阿炮 出席各种演出活动 和公公唱歌 梅艳芳的这一段恋情 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 肯定能开花结果 但令人意外的是 一年之后 坊间却传来了 梅艳芳与阿炮分手的消息 最初阿炮为了令梅艳芳开心 却是经常坐在观众席 观看梅艳芳演出 但阿炮看到自己女朋友 在台上得到那么多歌迷的喜爱与欢呼 她是真的打心底 为梅艳芳感到骄傲 然而时间久了 阿炮的心里起了变化 女朋友梅艳芳如此能干 自己又能为梅艳芳做些什么 阿炮的尴尬处境 很快也被香港媒体捕捉到了 香港媒体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 刻意地夸大两个人的差距 但后来很多外面的压力 就说她是独书仔 怎样养起这个人 怎样养起我们 因为花费那么大 给她说她会很辛苦 今天怎样的磨擦力越来越多 从刚才梅艳芳的谈话里 我们能听出这样一条信息 导致梅艳芳和阿炮分手的根本原因 正是最开始被两人忽略的差距 一个是还靠家里给生活费的大学生 一个却是吸金能力极强的香港乐坛天后 从收入上来讲 的确是女强男弱 这样的差距 真的是终结梅艳芳这段恋情的致命伤了 我们为您找到了 1990年10月7号出版的《明报周刊》 封面上是梅艳芳幸福的笑脸 可以看得出来 她笑得非常甜蜜 但是在这里的几行小字 却显得不是那么友善 阿炮尚未求婚 梅艳芳以心相许 这短短的十三个字 很明显地传递出一个讯息 阿炮在这段感情中 似乎占据主动 而梅艳芳则完全被逮 但令人奇怪的是 梅艳芳在后来回忆这段恋情的时候却说 这辈子她最亏欠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阿炮 阿炮 让梅艳芳三十岁之前结婚的希望 化为了炮影 但梅艳芳 为什么还将这段感情的过错 全部都归咎于自己呢 难道终结两人恋情的 并不是外界所传的 两人之间的 巨大差距 其实 当初在巨大的外界压力下 阿炮依然想迎娶梅艳芳 是梅艳芳拒绝了阿炮 她最爱的依然是舞台 她不想那么早放弃事业 回归家庭 我又花一朵 长在我心中 人间真爱无人多 天地和夜堂 一张门老山 我放肆伤在心中 但是 梅艳芳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 与婚姻殿堂的擦肩 却再也无法 失而复得了 梅艳芳与阿炮分手后 梅艳芳有先后 与演员林国斌 赵文卓有过恋情 然而 这两段恋情 都因为香港媒体舆论的介入 认为林国斌 赵文卓 与梅艳芳建立关系 是贪通梅艳芳的 名气与财产 梅艳芳的这两段感情 后来都已分手高中 爱过的人 来了又走 梅艳芳 似乎早已经习惯了 空欢喜后的落寞 她似乎 已经认命了 她甚至 都开始反思 梅艳芳这个名字 带给自己的 到底是荣耀 还是长久的孤独呢 梅艳芳的身边 虽然人来人往 但有一个人 却一直以好友的身份 陪伴在她的身边 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个人就是 刘德华 梅艳芳与刘德华 相识于 1984年 第三届新秀大赛 当时23岁的刘德华 担任司宜 21岁的梅艳芳 做嘉宾 这时候的梅艳芳 刘德华 都刚开始 在娱乐圈 摸爬滚打 两个年轻人 自然有很多 共同的话题 刚好 刚好刘德华 对待朋友 也十分仗义 秩序相投的两个人 越走越近 后来更是成为 有20年友情的 终身好友 梅艳芳从不避讳 她对刘德华的欣赏 梅艳芳认为 刘德华的家庭观念 很重 她对朋友很好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好到哪种程度呢 就是好到梅艳芳啊 她能当着 众多的媒体说出 嫁人当嫁刘德华 这种程度 梅艳芳此话一出 香港媒体又开始 制造舆论 认为梅艳芳 是在向刘德华 暗示感情 梅艳芳 没那么傻 在和刘德华的 关系问题上 她的分寸 拿捏得恰到好处 不敢想 我不希望 失去的这一段 人情 我想两个人的 应该是 纯粹之朋友 就是朋友 这样是比较 比较好 可是可能 可能是 非常级久 也许 梅艳芳的内心深处 对刘德华 确实怀有深情 但是 要让梅艳芳 拿一段超过二十年的友谊 去赌一段 或许得不到的感情 梅艳芳 她可能不敢下这个赌注吧 她宁愿 做刘德华的 青山之交 如果 梅艳芳能有更长的生命 也许 她最终会走进婚姻的殿堂 但是 生活 却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血浓于水 自幼相伴 是什么使得梅艳芳与家人之间 产生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作为哥哥 梅启明更是说出了一番 令人玩味的话 档案继续为您 我们为您找到了 梅艳芳生前 写给刘培基的最后一封信 从这儿的新年快乐 以及信件结尾处的 零三 不难推断出 这封信是梅艳芳 2003年年初所写 距离她去世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梅艳芳 写信给刘培基的时候 刘培基 已经从梅艳芳口中 得知她身患了子宫颈癌 梅艳芳 在信中这样写道 人生在世 只能梦一场 一切皆有天意 我只希望可以和我最好的朋友 欢度可能是短暂 但多资彩及丰富的时光 当我向你说了这件事 我好后悔 令你为我这样费神 心情低落 真对不起 可否答应我 不管将来如何 都请不要难过和伤心 只要我感觉不到痛 就已经很好 更有可能 我完全好了呢 信中的梅艳芳 无比乐观 然而 刘培基 太了解梅艳芳 她早已经察觉到 梅艳芳 强装镇定背后 是一颗不得不接受 死神降临 而有些惶恐的心 几乎任何一个人 都希望在人生最后的时光 陪伴在自己身边的 是最爱你的家人 梅艳芳 她有妈妈 哥哥 可是对她而言 她偏偏只希望 和最好的朋友度过 这又是 为什么 天不假年 病重垂危的梅艳芳身边 为何没有一个血肉至亲 原因很简单 她并没有陪在女儿身边 她甚至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 已经躺在医院里 但案继续 为年中这位戴着眼镜的男子 名叫梅启明 是梅艳芳的大哥 梅艳芳给她取的这个名字 很显然是对大儿子 给予了无限希望 希望她能开启明天 给家里带来美好的生活 然而事实 却并没能入梅妈的院 梅艳芳在世时 梅启明曾找妹妹梅艳芳 借了三十万经营狗厂 后又向银行 带了一部分款项 可令人奇怪的是 梅启明贷款时的担保人 竟然是梅妈 这也就意味着 梅艳芳成为了 间接的债务承担人 很显然 梅启明的做法 是她对狗厂的经营 没有把握 果然 这狗厂开了没多久 就宣告生意失败 梅妈 她显然还不出银行的贷款 最后是梅艳芳自掏腰包 还清了大哥梅启明 将近四百万元的债务 虽说是兄妹 梅艳芳替哥哥 偿还如此巨大的债款 难免心中不快 自然就免不了埋怨几句 但是 在爱自如命的梅妈心中 梅艳芳替哥哥还债 理所当然 梅妈觉得梅艳芳 当时经济富裕 四百万对她来说 并非支付不起 而且梅艳芳小时候 哥哥梅启明 没少照顾梅艳芳 对梅艳芳倾注了许多爱 现在哥哥有难 作为妹妹 正是该报答的时候 但是 过上富足生活的梅妈 大概忘记了 当初梅艳芳 是如何在花季之年 就奔波卖唱 又是如何靠着 自己的不懈努力 一步一步 爬上事业巅峰的 此时的梅妈 举手投足间 都袒护着自己的长子 而作为哥哥 梅启明更是说出了一番 令人玩味的话 梅启明在一次采访中 这样描述 她与妹妹梅艳芳的关系 我梅对不起阿梅 是她欠我太多 不是我欠她太多 我辛辛苦苦 同阿妈带打她 从小到大 都是我照顾她 帮她洗衣服煮饭 俗话说 长胸如虎 当哥哥的照顾妹妹 无可厚非 但很遗憾 梅启明 却把她应尽的 兄长义务 当成了梅艳芳 事业有成之后 应该对她 进行补偿的罚马 面对这样的兄长 这样偏心的妈妈 梅艳芳伤透了些 她和大哥梅启明 分道扬镳 梅启明 避走美国 梅艳芳和梅妈之间 竖起了一道 难以逾越的隔膜 2003年12月24日 平安夜 本英语家人 一起迎接圣诞节的梅艳芳 已经因为宫颈癌 病情恶化 住进了香港养和医院 此时的梅艳芳 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这个时候 插猴是唯一能为梅艳芳 提供营养和增强 抵抗力的方法 梅艳芳插猴所受的罪 梅妈她完全不知道 原因很简单 她并没有陪在女儿身边 她甚至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 已经躺在医院里 由于梅艳芳与家人的 矛盾与隔膜 在她生病时 她仅仅希望 能与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2013年12月29日 梅艳芳的病危消息 已经传出 她的好友们 纷纷赶往香港养和医院 希望能陪梅艳芳 走完最后一程 2003年12月29日晚 10点30分 刘德华接到了梅艳芳的病危电话 她立马赶到了 梅艳芳所在的病房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时间里 刘德华就一直站在 梅艳芳的床头 双手合十 为好友祈祷 2003年12月30日凌晨2点45分 梅艳芳在弥留之际 刘德华虽有千言万语 却不知从何说起 她只有紧紧地握住 梅艳芳的双手 刘德华知道 凭她和梅艳芳二十多年的交情 她想对她说的 梅艳芳都懂 当天时间凌晨2点50分 梅艳芳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2004年1月11日 梅艳芳葬礼 在香港殡仪馆进行公祭 葬礼以佛教仪式进行 灵堂全部以白色鲜花布置 11日上午 梅艳芳生前好友多序 来为梅艳芳致祭 梅艳芳的这场葬礼 从灵堂布置到最后出殡 都由梅艳芳生前31名好友 组成的智桑北园会完成 作为梅艳芳一向的这张照片 拍摄于1994年 是梅艳芳31岁的时候 在发行的粤语专辑 《是这样的》里面的造型 梅艳芳身穿白色樊岭绪衫 林口露出通花礼饰小背心 外披花边荷叶袖黑色礼服 佩戴黑色绅士高帽 既有女性的冷艳 又有男性的英气 职丧委员会认为 这张专辑照片 尽现梅艳芳刚柔病重 女中豪杰的风范 能充分概括梅艳芳一生的性格 女中豪杰这个称谓 对梅艳芳的朋友们来说 不但意味着她事业上有卓越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 梅艳芳像大丈夫一样 有情有义 世界上我流光 梅艳芳从19岁发行第一张专辑 《新战》直到她40岁去世 在21年的从一生涯中 梅艳芳通过自己的努力 创造了很多香港歌坛前所未有的记录 梅艳芳是首位在同一个演唱会 换多套歌衫 在不同专辑封面和音乐录像带 有不同造型的歌手 1999年 36岁的梅艳芳 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 成为香港歌坛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艺人 直到今天 梅艳芳依然保持着 华语女歌手全球演唱会场次的最高记录 2013年12月30 在梅艳芳 试试十周年的日子到来之际 梅艳芳伊林思念音乐会 终于成功举办了 2013年12月30 在梅艳芳市是十周年到来之际 在梅艳芳生命里曾出现过的阿波 林国斌 赵文卓 他们作为梅艳芳曾经的恋人 后来的朋友 分别手指红玫瑰 出现在香港湾仔惠湾展览中心的观众席上 参加梅艳芳时思念音乐会 在此次音乐会上 刘德华作为压轴嘉宾 演唱了梅艳芳的经典曲目 四水流年 以表他对志友梅艳芳的怀念 永远连叶称影联系列会 永远志志愚 永远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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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一波泪 我懒念 懒念 爲念我 我 保守改变 处境都别 情怀美 张学友 曾志伟等 美艳芳生前的友人向美马承诺 这场青年音乐会将由友人们自筹自尽举办 所得收益也将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这一举动最终获得美马的认可 当一首首梅艳芳的经典歌曲响起 一切就仿佛梅艳芳从未离去一半 那些年不被化解的恩怨 或许就在此时随风而去 一场许久没上映的电影 勾起了人们对张国荣 怎样的回忆 细如人生 悲情离世 七桥死因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 不舍眷恋 暗恋 纠结 病痛 张国荣用有限的生命 又给我们留下了 怎样的片段 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 为您讲述 你仍在我梦中的远方 张国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